大家好,我是Tobi 很多人认为我在德国买车要多少钱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德国买车 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就会去买二手车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二手车性价比高啊 新车变质太快,二手车保值 现在我在普通的德国潮水停车场 我们来看一看都有什么样的车 有大众,还有奥迪,还有奥迪的 R3,你们看好快的车 FIA,这是意大利的车 还有Benz R-Class 包马德国的 所以德国人开车大多就是德国车 但是这些车不一定很贵 他们可能都是二手车 比如A6 A6大概13万 还有Benz S-Class,你看 三十多万就可以买一个好的 还有保时捷 三十多万也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保时捷卡业 在德国每个村都有一个二手车 买二手车就是非常容易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找一个一万块钱可以逮捕的Benz 你们看看它值不值得买 在德国是没有包费的 只要这个车有TÜV就可以上路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一万的Benz值不值得买 你准备吗? 这个声音也太大了 我需要耳机 Oh my god 哇,漂不漂亮 好像可是个新车 差不多 从外观看 有些地方有Rose 但是看起来还ok 能听见吗? 后面的门 有点Rose 但是肯定是个小问题 后面现在不能开 还有有点Rose 你们看 这个应该可以吧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门 必须还 这样 不能过去 这个发动机是一个200多的马力的 好快 我觉得开这辆车 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 这是我们一晚的车 你看这个座位 还是皮的 皮座椅在那个时候就是Luxus 这车有没有什么毛病啊 第一是 你看里面有水 不是外面的 是里面的 可能有个洞 把水进去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看不理我 你看 有个大的前窗 还有什么问题啊 后面向着门 不能开 但是没有关系 我是不是以前拍过了一个怎么修这个的视频 你们看到吗? 后面下午是不重要 能带步就可以了 对 是 如果只是想要一个带步工具 没有什么诉求 好像还可以啊 这个车已经有18年 开了25万公里 那并不是很多 嗯 可以吧 本池就是质量 他们租租车都是本池 他们的发动机都可以开100万的公里 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辆车还可以吧 还是声音有点大 天呐 你简直就是马路上的小钢炮 哈哈哈 这个奥斯坡可能有点太潮 你必须数一下 有两个罐 一个罐丢了 哇 这个车真的声音好大 那买这辆车 你应该需要一个会输车的朋友就好 你们觉得买一碗的奔驰代步 值不值买 下面给我留言